龙珠这个漫画呢 它不光是日本人喜欢 它全球各地的所有孩子都喜欢 它据说是在前两年 全球的这个市场规模 按照美元计算的话 达到了50亿美元之多 甚至直到现在 到今年 英文版的龙珠 也就是Dragon Ball 它每天在网络的这个浏览量 也达到了100万次 所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漫画 我从小也非常喜欢 然后应朋友要求呢 我从头到尾 再把这个龙珠的剧情 好好的给大家捋一遍 之前虽然也讲过 但是讲的不细 这次呢 咱们尽量来讲的细致一点 中文叫七龙珠 英文叫Dragon Ball 日语叫Dragon Ball 它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七个小球 亮晶晶的 每个里面有一个小五角星 有一个小五角星的叫一形龙珠 有七个的叫七形龙珠 收集全了之后 能召唤神龙 实现你任何一个愿望 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 反正就是 有一个小女孩叫布尔玛 她是查阅了很多的历史文献 从某一个历史文献之中 查到了龙珠的由来 于是 他们家本身是一个 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科技公司 生产了一种叫做变换胶囊的产品 这么点小东西往地上随便一扔 你想变出一房子来 变成一个汽车 飞行载具都可以 所以他们以这样的科技背景 而且这个叫布尔玛的小女孩呢 她自己能制造很多的东西 她自己制造了一个龙珠雷达 像怀表这么大 上面有一按钮一按 就能探测出来 这个可能是根据她发出的某种 那个微小的一种波谱啊 之类的东西 探测出她现在在地球的哪里 根据这个坐标就能找到她 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今天布尔玛 不远万里啊 从大都市啊 跑到了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里面 这个地方是人际罕至的一个地方 但说起这个偏远山区呢 这种深山老林里面住着一个我们真正的主角 孙悟空 对 他的名字和我们四大名著西游记里面 孙悟空是一个名字 这个孙悟空呢 他11岁 长得圆滚滚的像小仓鼠一样 就是这个家伙啊 非常可爱 然后战斗力极强 可以说是战斗力爆表啊 力大无穷 一个人在山区里面生活 长个小尾巴 真的跟小猴子似的 他是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没有去过大城市 没有见过世面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布尔玛 利用龙珠雷达 发现他家就有一颗龙珠 找到小悟空之后 小悟空把自己家的龙珠保护得很好 说这个是爷爷留给他的遗物 爷爷临死之前就留下了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小悟空想起爷爷了 就朝他拜一拜 他是从小爷爷带大的 最开始宋空虽然是一个山里的孩子 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东西很宝贵 他不愿意给布尔玛 布尔玛也百般利用啊 说这个东西好啊 这个能实现你的愿望 你没有什么愿望想实现吗 宋空说我没有什么愿望 布尔玛说那你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啊 这外面的世界可漂亮了 什么都有 繁华似锦 这家伙这个 你绝对是好玩的东西太多了 你不如跟我一块出去看一看 其实布尔玛当时发现了 这个小悟空啊 发现他的这个战斗力非常强 心想如果他能跟我上路 寻找其他的龙珠的话 那保准还能保护我呢 尤其是刚一上路的时候啊 但小悟空就心仍接受啊 答应了 说行了那跟你出去走走 反正我闲着没事 在家里待着也是待着 就跟你去吧 很萌的一个像小仓鼠一样的 小男孩就跟着就走了 你说这么一个组合 他也挺奇怪啊 一个是16岁的美少女 打扮非常时尚 非常青春亮丽可爱 还有一个是一个 像圆滚滚的一个小男孩 这么一堆组合 这是什么组合呢 这就上路了 上路了刚第一天就遇上了一个 怪兽拦路啊 是一个大狗熊 拿着大斧子 拦让他们去路 结果被小悟空一招撂倒 不带含糊呢 没有任何的悬念 这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之后呢 他们还遇上了一个 快要咳嗽的老海龟 但是不尔玛呢 就说不要管他 别理他 咱们能不能忙点正事 竟在这些小事耽误时间 什么时候能找到龙珠啊 小悟空不听 小悟空是比较善良单纯的人 他要救这个老海龟 老海龟快咳嗽了 说能不能给我一口海水喝呀 这么着把他给救了 救了他之后 老海龟说 你等会儿小伙子 我回家找龟仙人 龟仙人一定能够给你一个小礼物 作为感谢 这么着 从海的对岸 骑着海龟来了一个奇怪的老头 煮着一个馋杖 煮着一个拐杖 留着活子 光头 这个老头呢 就最开始说 送你一个什么好呢 这一看就不是凡人呢 小悟空和这个不尔玛俩 都跃跃欲试 老头还问 这谁救了你啊 那位老海龟说 就这小孩 跟这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不尔玛气的 然后当时老海龟说 我给这小孩 一个什么东西好呢 不死鸟 叫了半天 想了 不死鸟 好像是食物中毒死了 金斗云 呼唤来了一朵云彩 嘶嘶嘶嘶来回飞 就这个黄色的这些东西 非常智能啊 就送给了小悟空 但是这个云彩 有一个什么特征呢 只有单纯善良的孩子 能够坐上去 如果你心里面 有一些这个杂念 或者是这个心术不正啊 就像不尔玛那样 他就坐不上去 就一踩上去就掉下来 只有小悟空能踩得上去 这么一个东西 小悟空告别了这个 老海龟和这个龟仙人 他又获得了金斗云 本来他这个如意棒 就是他本身自带的 应该是他过去 他爷爷给他的 后来一路探险啊 又收复了一个 叫小八戒的一个小动物 小猪 他会变身 然后也是有点小心思 有点小坏心眼 然后被收复了 一起上路 我们剧情看到这儿 感觉还是跟这个西游记的剧情 非常相似 这悟空八戒都有了 还差一小沙僧是不是 没有沙僧 有一个雅木茶 这个雅木茶 他当然长得跟沙僧不一样 这雅木茶呢 就是说是一个帅小伙 长头发跟玩要滚的似的 然后在野外生活 雅木茶那个洞穴 我记得上面写了一个千锤百炼 雅木茶的小伙伴 叫普尔 是一个像小老鼠似的 会飞的一个小动物 挺可爱的 天天跟着雅木茶 俩人相依为伴 但是这个雅木茶加入了寻找龙珠的行列 他是为什么呢 他是从小到大就特别害怕漂亮女孩 所以他希望集结了龙珠之后 可以实现自己从此不再惧怕女孩的愿望 那布尔玛的愿望是什么呢 他有两个愿望 比较左右难定 一个是永远吃不完的草莓园 一个是白马王子 他不知道要哪个好 两个都想要 就非常叹得无厌 小八戒好像没有什么愿望 小悟空也没有什么愿望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组合 大家一起上路 但是根据龙珠雷达显示 前方有一颗龙珠 在火焰山里面 找着熊熊烈火 在这里面守护着一个守护者 叫做牛魔王 他有个女儿叫做琪琪 牛魔王长得很可怕 五大三粗 四五米高 他女儿琪琪倒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牛魔王呢 就是一看着悟空的第一眼 就看到他这个金斗云了 知道这是归仙人的东西 就是说你跟归仙人是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他徒弟 还是他孙子之类的 这么着聊起来 孙悟空就说答应帮他灭火 因为他这个火焰山大火 他自己也灭不了 也回不了家了 这个城堡困在这个火焰的中间 如果能灭了火 那肯定就能把这个龙珠送给他 免费送给他 牛魔王也不知道龙珠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这个东西在他的城市里面 就是宋空说行 去请归仙人爷爷 他驾驶着金斗云 很快来到了那个归仙人所住的小岛 那小岛有一个小房子叫龟屋 龟仙人住的小屋 就叫龟屋 来到那小岛之后 把龟仙人请来 当然看见这个牛魔王之后 牛魔王非常谦卑啊 朝他下拜下跪说老师我好久没见着你了 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啊 原来牛魔王和孙悟空的爷爷孙悟范 是曾经龟仙人的徒弟 龟仙人就看着他们俩从小长到大的 把他们俩带起来 就有这么一个渊源 所以这个时候呢 龟仙人怎么灭火呢 他施展了一招超级无敌的这个武功啊 叫做神龟冲击波 卡梅哈梅哈 整个肌肉变得特别强壮 蹦一下 这个场面非常的爆炸 就直接把这火给灭了 大家吓得眼睛都突出来了 没见过这种场面 非常有意思 但是这个过程之中 小悟空实际上见过牛魔王的女儿琪琪 这个叫琪琪的小女孩呢 第一面就喜欢上了小悟空 他也内心非常纯洁 他也能做得了这个金斗云 那小八戒啊 什么乐瓶 就是这个雅木茶这帮人 他们就做不了金斗云 只有琪琪和小悟空能做得了 聊的过程当中 琪琪就跟小悟空说 你愿不愿意娶我当你的老婆呀 娶我当你的妻子呀 宋悟空还以为是娶什么东西 说那你要给我我就要啊 甭管是什么 我不知道结婚是什么意思 就小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特别粗糙而又可笑的一个小小的约定 也挺浪漫的 两个人等于从小就约定了将来要成为夫妻 但是当归宪人灭了牛魔王山庄的大火之后 归宪人就承诺小悟空说 哎 你愿不愿意将来跟我修行学武功啊 因为你爷爷孙悟饭还有这个牛魔王就是我带大的 你也可以跟我来呀 还算是一个这个机缘如此巧合的一种邀请啊 这一般人都没有这种缘分啊 那小悟空还不当回事 说那我现在事还没忙完呢 龙珠没找齐呢 那等我找完龙珠再找您去吧 那他反正一直是这种乐天派 没把这个事当做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 而且当时还有个细节 当小悟空看到归宪人第一次使用神龟冲击波的时候 他也惊呆了 当这帮人正聊天的时候 小悟空在旁边比着手势 尝试了一下 砰一下发了一个小小的冲击波 大家都惊了 说这小子怎么看了一眼就学会了 然后归宪人就说 哎呀 这一招啊 可是我修炼了几十年才学会的武功啊 哎呀 说这小子怎么一三分钟就学会了 那当然归宪人应该是已经活到三百多岁了吧 非常高瘦的一个老人 但是他是一个色老头 非常喜欢美女 那对啊 当归宪人问起来小悟空说 你爷爷送饭现在怎么样的时候 小悟空说 哎呀 我爷爷已经去世了 这个归宪人也比较感叹说 原来他已经死了 所以他这么着才问他 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徒弟呀 这之后 小悟空和波尔玛 还有这个牙木茶 小八戒 哎 一伙人继续上路 遇上了一个强盗 这个强盗叫做皮拉夫一伙 也是一伙坏蛋 他们也在同时收集龙珠 皮拉夫一伙把小悟空他们给抓起来 关在了一个 呃 就是一个像集装箱一样的 无法突破的一个 一个牢笼里面 因为所关押他们的这个像集装箱的小房子呀 他非常坚硬 就即便是小悟空使用神规冲击波也打不开 毕竟他刚学会 他吃那个波的密点而且也饿了 没有吃食物 他就饥饿的时候 他没有体力 他就完全无法突破这个困局 就在他们被关押的时候 外面的皮拉夫一会儿已经收集其乐龙珠 召唤了神龙 但是这个时候 小八戒和普尔会变身 他们会魔法变成了小蝙蝠 飞出了监狱 在神龙就要问皮拉夫 你要实现什么愿望的时候 小八戒抢先一步说我要裤衩 神龙就给了他一个裤衩 到脑袋上了 就回来了 等于说是把这个愿望的机会给打破了 那皮拉夫一生气 就说得我把你们都关起来 将来我这个屋子就变得像电烤箱一样 我烧死你们 就这么着把他们给关起来了 这帮人啊 包括雅木茶 小悟空 布尔玛 小八戒 还有雅木茶小伙伴普尔 被关在了这个监狱里面之后 反正也出不去 在闲聊天 说起来小悟空就说 我爷爷是怎么死的呢 是被一个怪兽踩死的 因为曾经我爷爷也提醒我 每到月圆之夜 绝不可出去 这个时候外面有怪兽 然后第二天就发现 爷爷已经被踩死了 这个当时 这帮人就感觉到有点奇怪 说那你怎么没事啊 那那天你去哪了 小悟空说 那天我好像也出去了 我出去撒尿去了 然后布尔玛就感觉到有点什么不对劲 就说那那天你是不是看了月亮了 他说对呀 我看了月亮了 爷爷不让我看 但是我很好奇 看到天上有一个圆圆的亮亮的东西 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然后这帮人就隐隐于觉得 这怪兽该不会就是这哥们吧 因为他这小孩你长得胖胖的 这么厉害 他肯定不是一般人啊 那是不是他就是那个怪兽啊 快吓死了 在这个时候 小悟空就透过这个监狱的窗户看到外面 今天刚好也是月圆之夜啊 他刚说完这句话 马上就变身了 变成了一个特别高大的像金刚一样的巨猿 可能得有个十几米高吧 反正是这帮人吓死了都快 直接因为小悟空的变身而撑破了房间 这帮人终于出去了 但是他是作为一种无差别攻击 他已经丧失了自己的这种 本来的这个本性了 都无所谓身边有谁 有谁我都得弄死 踩死 乱打一气啊 但是呢 就在变身成巨猿的小悟空 即将要踩死大家的时候 大家怎么叫他名字都不听啊 就在这个时候 雅木查突然想想起来 这小子的这个弱点不是尾巴吗 赶紧让普尔变身成一个大剪刀 啪击一下 尾巴一剪断 小悟空终于恢复了常态 但是他已经昏过去了 躺在那了 光了小屁股睡着了 然后从这之后 这个龙珠呢 四散飞走了 因为他实现了愿望 他就会变成了普通的小石球 四散飞走 龙珠也没有了 大家这个目的虽然没有达成 但是突然发现雅木查 也不通过这么多天的接触 也不再害怕女孩了 他不需要实现什么愿望了 可以和普尔玛谈恋爱了 甚至 那普尔玛找到了这么英俊帅气的小伙子 他不用找白马王子了 反正家里有钱草莓吃不完 正好大家愿望也算是都实现了 是吧 这个小八戒得到了裤衩 小悟空也是没有任何愿望嘛 那在这个时候 大家决定分道扬镳 各回各家 小悟空呢 决定这时候就可以去找龟仙人爷爷去了 因为他答应了去和他学武功嘛 当小悟空初次见到龟仙人的时候 龟仙人给了一系列的难题 让小悟空去帮他找这个找那个 你帮我找着什么美女 帮我找着一个什么东西 我才能教你功夫 这个时候还来了一个小个子的小光头 这哥们叫做克林 他是从多林寺而来 他就是少林寺旁边那个寺庙吧 多林寺 克林从那来 他武功本身就有根基了 翻着跟头 从远处从海面上跳到小岛上来 又要跟这个龟仙人继续学艺 等于说是这个小悟空在这儿 还有个小伙伴 两个人成师兄弟了 小悟空先加入他算师兄 是这个克林算师弟嘛 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讲了 很有意思 龟仙人制定了一套 可以教徒弟的方案 那比如说是这个 把俩人捆在树上 捅马蜂窝 让这俩人躲 然后或者是 把这俩人扔到水里 就是后面有鲨鱼追着 玩命的游泳 逃避鲨鱼的攻击 然后去上工地搬砖啊 帮农民伯伯这个耕地啊 用手刨啊 都干这种事情 而且将来是背着龟壳干 就背着负重去做这种事情 像送牛奶啊 跑得老远老远 好几里地之开外 走着去送牛奶 这个小悟空跟克林 时间长了 开始琢磨说这个 这也没教我们武功啊 这这龟仙人 他到底会不会武功啊 这这哪有这么学武术的 那开始产生了疑问 这个时候呢 龟仙人就说呸 你们才多大点小孩 你们现在就想学武功 等你们能推动这块石头的时候 指了指身边有一个两米多高的一个巨石 能把它挪得动的时候 那我就能教你们学拳法了 克林就说这块谁能推得动啊 龟仙人就说我就能推得动 他真的把这个石头给挪动了 克林正要吃惊的时候 小悟空一使劲 他这石头推得更远 克林都慌了 这比龟仙人推得都远 龟仙人说好吧 我刚才开玩笑 不是这个 是那个 指指旁边那个 哇这家伙好几层楼高 可能得有个十好几米吧 这是二十多米的一个一块山 你们能把这个推动 我就教你们武功 然后小悟空卯足了劲又推 幸亏是没有推动 这个龟仙人吓了一条船 是吧 我量你也推不动嘛 那你们接着练吧 其实这哥俩的修行本身就很苦 你想一气跑好几十里地 然后又爬山又涉水的 又游泳的 这个本来就是进行着这种 超常人的这种训练 训练到最后 他们果然有一天去找这个龟仙人 说这个爷爷 我们已经能推动那座山了 爷爷说真的假的 正吃饭吃半截被拉走了 一看小悟空和克林两人 真的把那座山一样高的 那个石头推动了 龟仙人都惊了 说其实我当时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没想到你们真能推得动啊 然后克林就问说 那您开玩笑 那您真没有拳法吗 龟仙人说不是 我有拳法 但是已经融入到了这些训练当中 你看你们现在跳一下 是不是能跳老高了 砰一下跳了好几十米高 说你看 这些训练当中 躲避蜜蜂遮呀 在海里面逃避鲨鱼的追击 就已经有拳法了 就不用再额外再练了 自然而然的过程当中 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 你们就有具备武功的条件了 说到底我们修炼武功 学习拳法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绝对不是要争天下第一 我们将来要做一个好人 但说起天下第一 每三年有这么一届 天下第一武道大会 将来等这个大会召开的时候 我会带你们去参加 去见见世面 你们要知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就这么着 当天下第一比武大会召开的前夕 这哥俩算是毕业了 龟仙人 西装革履的 带这哥俩就坐上飞机 去参加天下第一比武大会了 但是参加天下第一比武大会 这哥俩等于说是 简直就是如履屏蔽 这砍瓜切菜 没有人是他俩的对手 但是确实见到了好多的世面 也选拔出来了很多的精英选手 具体我们就不详细聊了 有很多人当时表现出来的那个特点 甚至是要看上去 要比小悟空和克林还要强的 所以小悟空看到这些 居然还有武功这么高的人 他很兴奋 他表现的不是害怕 他是兴奋 他是越越欲试 从小打架就没输过 竟然有人能跟我一样厉害 甚至比我还厉害 我很兴奋 我希望可以比这些人更厉害 我希望有比我更厉害的人 这是他和别人最大的不同之处 这个龟仙人呢 他在社会上的名号叫做武天老师 他有一个宗旨 就是不希望徒弟们太骄傲自大 他也知道自己所带来的徒弟不同寻常 也知道世间可能很逢敌手了 但是为了让徒弟不要高自大 他自己假扮成了另外一个角色 去参加了天下第一比武大会 这个角色是一个有头发的 戴个假发套沾脑袋上了 拔都拔不下来啊 非常的逼真 谁都认不出来这是武天老师 他画名叫做杰克琼 Jackie Chung 他这个名当然是不用说模仿谁了 他画圈成为杰克琼之后参赛 目的就是要阻止自己的徒弟 克林和小悟空夺得天下第一的名号 让他们保持谦卑的这个姿态 但是呢 没想到这个克琳也还罢了啊 确实是在比武的过程之中 是不如武天老师的 但小悟空可不是一般人啊 小悟空越越欲试的跟武天老师过招 根本就不再下风 尤其是打到最后的时候 那种顽强被激发出来之后 更是不容小觑啊 巧就巧在在这个时候 天下第一比武大会比到晚上了 圆圆出现 这月圆之夜 小悟空的尾巴长出来了 他尾巴会突然长出来的 虽然之前被切断了 他一看到月亮变成了巨猿 差点把武天老师给掐死呀 武天老师用神龟冲击波 是一个巨型的神龟冲击波 把月亮给打飞了 武空才恢复了 真是险胜 在最后两个人对飞脚的时候 武天老师因为脚比小悟空脚更长一点 所以两个人同时倒地 武天老师站起来独秒 十一八七六三二一 他独秒获胜 虽然是险胜啊 为了压制徒弟是拼了老命了呀 所以当第一场天下第一舞蹈大会结束的时候 武天老师就问了小悟空这么一句 说你输给了那个杰克琼 其实就是自己办的嘛 你输给了他之后 你作何感想啊 小悟空就说 哎呀我知道了 世界上有比我还厉害的人 我一点都不灰心 我觉得很兴奋 我希望明年还能遇到他 这个话说的武天老师倍感欣慰 说看来我的这个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呀 是吧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俩知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们俩也算是毕业了 可以独闯天下了 小悟空算是自由了 但是这个克琳呢 打算留守归于仙人的那个小岛 留守归屋 陪伴自己的老师 所以从这里开始啊 小悟空就开始独闯天下 过程之中遇上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军阀组织 叫做红仇军 但是小悟空如履平地啊 这个红仇军里面 虽然有很多的厉害角色 但都不是小悟空的对手 因为小悟空基本上现在已经可以属于是天下第一的武艺了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而且他那种强的爆发力 没有人能在他手下过超过一招啊 但是这个时候红仇军就他的那个统帅说不行 这小子太厉害 我们得请世界顶级杀手 陶白白出马 这个陶白白他是一个留着一个辫子 穿着一身这个这个长袍 这么一事打吧 他遇到小悟空的第一招就是东东波 也是个气功波 成直线的一个一个气功 直接把小悟空给打败了 但是他以为把小悟空给杀了 并没有 对小悟空只被打晕了而已 他并没有死啊 在这个时候 他来到了一个叫做嘉林仙塔的地方 这里守护着两个守塔人 他是父子俩 这个父亲早先就被陶白白给杀害了 这个小儿子呢 就是告诉小悟空说 听说这个嘉林塔的最顶端有神仙 如果你能找到神仙的话 说不定你的武功能更强一步吧 小悟空就吃饱了之后 拼命的爬那个嘉林塔 上去之后发现上面有一只小猫 不是小猫 一个胖猫 拿了一个缠杖 一看就是一个小神仙 但是这个猫呢 说我不是神仙 你可以叫我仙猫 就等于是通过了仙猫的一番锻炼之后 小悟空的武功变得更强了 下去之后直接剿灭了这个红仇军 就说起来红仇军的那个统帅 也比较搞笑的一个角色 个子不高 他最恨比他个子高的人 占他的身后 说你离我远点 别站我旁边 显得我更矮了 就他的意思说 我收集起来龙珠之后 希望我的身高变高 但是他被叛变了 叛变了的时候 那个他手下枪杀 他之前就说这么无聊的愿望 用着你去实现 我们红仇军应该实现更大的愿望 但是呢 后来也都被小悟空给打败了 因为这个新闻当时是闹得沸沸扬扬 全世界都知道了 所以通过电视 这个归仙人和雅木查等人也知道了 就觉得小悟空可能会有危险 等去到了这个红仇军的总部的时候 才发现这里面人都已经被打败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小悟空为什么要收集龙珠呢 他为了复活那个被淘白白杀死的 加林塔的那个守护者 他其实他自己向来没有什么太大愿望 但是发现有一个龙珠位置是龙珠雷达所找不到的 然后没办法就去求这个归仙人的姐姐水晶婆婆 水晶婆婆也是一个三百多岁的老太太 她会占卜 然后说你让我实现愿望 要么是交多少亿 钱 多少亿的钱 那钱肯定没有 要么就是你跟我这的高手决斗 你如果能赢了他们所有人 我就给你免费占卜 但这个决斗过程当中有四大高手 这场景刻画的非常有意思 还有一个什么恶魔的厕所 这个画的很好玩 最后的一个顶级的高手 他带了一个面具 小悟空就觉得这个老头的这个气息很熟悉 他鼻子很灵 打来打去发现 原来这个老头是他死去的爷爷孙武范 他被水晶婆婆复活 这脑袋上带了一个光环 像天使的光环一样 用这种复活了的这个过去死去的这个高手 去替水晶婆婆决斗 但是他只能复活一天 好像是等于算是灵体吧 小悟空是多年没有见自己的爷爷 虽然打败了爷爷 但是过去去拥抱这个老头 就说爷爷我好想你啊 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然后当时在场的布尔玛和这个杨木茬等人 也很感动 就是说毕竟还是一个孩子 他虽然武功很强 但是毕竟还是个小孩 所以当时小悟空还说这个我收集齐了龙珠 要不要把您给复活呀 送饭说不用不用 我在阴间呆得很好 我在那个死去的很多小伙伴 我们天天一块玩打麻将啥的可欢乐了 我不要复活 就是说反正总有一天 你也会死 到时候你就能见到我了 小悟空开始了继续的修行 在这个时候 杨木茬和小林也加入了这个龟仙人的徒弟的行列 他们也打算参加来年的天下第一比武大会 每三年一届嘛 在这个时候这个龟仙人就建议悟空说你干脆步行环绕地球吧 这样绕地球一圈的话 那你肯定武功能变得更强 很快三年过去 等到天下第一比武大会的现场的广场上 大家都集合起来了之后 最后一个差小悟空还没有到 等他出现的时候已经14岁了 身高是稍微长高了一点点 还是比这个克林要高一点点 于是这就是到了第二次天下第一比武大会 这里面来了一个厉害的角色 叫做贺仙人 贺仙人是龟仙人的师弟 贺仙人有个徒弟 叫做天津犯和饺子 天津犯就是脑袋上有一只眼睛 饺子是一个戴着瓜皮帽的一个小孩 会魔法 陶白白是贺仙人的弟弟 这贺仙人是今天是想来报仇的 希望他的徒弟天津犯 杀了这个龟仙人他们一帮人 龟仙人依然是假扮成了这个杰克琼参加比武大会 所以这第二届天下第一比武大会 大家都参加了嘛 谁输谁赢了呢 这个亚木查参赛了 但是他被天津犯打败了 饺子呢 输给了克林 其实克林武功是虽然高一点 但是这个饺子会魔法 也就是反正脸是打的挺逗的 克林是很聪明的 也险胜 武天老师呢 对战天津犯的时候 他认输了 就是以杰克琼的身份 他认输了 他说将来的天下 恐怕是年轻人的天下 我希望你可以改邪归正 这这么教导了一番 也点醒了天津犯 不要跟恶人学武功 那之后呢 武空对战克林 两个人打了一场 克林是输的心服口服 到最后总决赛的时候 武空对战天津犯 天津犯武功当时非常强 两个人是一场恶战 到最后武空也还是惜败 两个人同时下坠的时候 武空先落地 这个天津犯后落地 算是第二场天下第一比武大会 武空依然没有赢得冠军 当武空疲惫已久 发现又遇到了很厉害的抢手 高手的时候 让人非常高兴 但是他已经非常疲惫 回到这个比武的参赛者的休息间的时候 发现有一件惨剧发生了 发现克林倒在了地上 嘴角流着鲜血 克林已经死去了 他是被杀的 武空从小最好的朋友 就这样被杀了 当然是怒不可遏 现场有一个人目击证人说 杀死克林是一个长翅膀的 奇怪的绿色的家伙 武空驾驶着金斗云就去追 说我要为他讨回公道 当时遇到了这个家伙 还在天上飞 然后打了一场 孙悟空失败了 被这个家伙 一口气喷灭了他的金斗云 把金斗云也给打死了 这个家伙很强大 等于这个绿色的怪物 当时打败了饥饿又疲劳的孙悟空 他以为杀了他 其实武空从高空坠落之后 并没有死 他生命力非常顽强 而且遇到了一个叫做 弥磁郎兵卫的一个小胖子 这个弥磁郎兵卫呢 当时跟武空一说话 武空就觉得你的声音好像我的朋友 克林啊 只不过 然后那个弥磁郎兵卫还问 那你的朋友一定是一个很帅的男人吧 武空说不是 他没有鼻子和头发 弥磁郎兵卫气的 你给我闭嘴吧 你 于是在这个时候啊 比克大魔王出现了 所以比克大魔王就是地球传说当中 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怪物 他曾经被一个武术家给封印起来了 这个武术家叫做武泰斗老师 这个人是归先人的师父 他当年封印了比克大魔王 把他封印在了一个淀粉锅里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他重新打开了封印出现了 当他的这个孩子 就是这个杀死克林的那个绿色的怪物 是比克大魔王的孩子 他可以吐出一枚蛋 蛋里孵化出来 当时就变成一个战士 就可以为他参战 每一个战士被杀死的时候 比克大魔王都能感应得到 所以他通过这个感应 对气息的感应 他找到了小悟空 并且当时打倒了小悟空 抢走了龙珠 恢复了青春 当他一恢复了青春 他就变得更强大了 他没有恢复青春 老年的时候 小悟空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 你想等他恢复了青春 那不是更加打不赢了吗 这个时候 龟仙人和天津犯赶到了现场 当时全世界知名的武术家 都已经被 就是比克大魔王的 这些战士都给杀害了 已经清除了全世界所有的武术家 就是防止有人会那个绝招魔风波 防止再有人把它给封印起来 所以这个新闻闹得也是全世界沸沸扬扬的 最后仅剩两个武术家 那就是龟仙人和天津犯 那等于这时候全世界厉害的武术家 只剩下这两个人了 当天津犯说不行 我要尽到一个武术家的责任 如果我不出马 跟他打的话 那么地球就没有希望了 但是龟仙人在这个时候 用一个催眠喷雾 把天津犯给放倒了 天津犯受到了喷雾的喷射之后 就他迷迷糊糊的能看到龟仙人 正在用魔风波去封印 尝试封印比克大魔王 但是很可惜啊 这个使用魔风波的这个龟仙人 使用失败了 因为打偏了 他没有经过这个详细的计算 所以说他使用了这招之后 他生命也会走向终结 他死完之后他也就死去了 龟仙人也死了 但是呢 迷茨郎兵卫背着已经昏厥过去的小悟空 登上了嘉琳塔 这个嘉琳塔本身很高啊 就你单独一个人爬上去 就已经需要惊人的体力 你想这迷茨郎兵卫 他背着一个自己再爬上去 那也是非常强悍的 只不过他胆子比较小 武功虽然很高 但不愿意承担任何的责任 这是胆子比较小的一个人 这时候上到了嘉琳塔之后呢 那个仙猫就告诉小悟空说 我们这有一个超神水 那喝了之后可能致命 如果你喝了之后 他没有死 可以激发你的武功 小悟空想都不想 就把这个超神水给喝了下去啊 经过了一夜的这个剧烈的挣扎 第二天恢复了 他武功也变得更强了 所以他就等于在这个背景之下 重新来到了地面 和比克大魔王展开了决战 果然是战斗力继续爆表的小悟空 经过一番苦战 最后打败了比克大魔王 在比克大魔王临死之前 他吐出了一枚蛋 他把自己全身的精力汇聚在这个蛋里面 这个就代表他的分身 将来长大之后会替比克大魔王报仇的 这等于也是叫做比克大魔王 只不过是一个小孩 小小的一个脑袋上长两小便的一个 就是圆滚滚的一个小孩 在比克大魔王当时恢复自己青春活力之后呢 就是他刚恢复了青春 就把神龙给杀死了 一个气功炮过去 神龙都被他灭了 然后打败了他之后 小悟空就根据这个仙猫的指引 上面他这个塔的最顶端 上面还有一个真正的神殿 那是神仙所居住的地方 怎么上去呢 那你也不会飞啊 用这个如意棒上去 变长 扒着他 就一直能够顶到那个最上面去 然后最高的高空在云层的上面 有一个神殿 上到神殿之后 首先见到了一个叫做波波先生的家伙 这个波波先生 他是一个全身黑脸的一个人 然后只有眼睛是两个圆眼睛 就是 当小悟空见到了神仙的那一刻 惊呆了 发现这个神仙竟然是比克大魔王 正要上去跟他拼命 说你怎么还活着呢 后来发现不是 虽然长得像 但不是 后来经过解释啊 这个神仙就告诉小悟空说 曾经自己和比克大魔王是一个人 但是心中有恶念有善念分开了 分裂成了两个人 邪恶的是比克大魔王 那么善良的是作为地球的神仙 已经在地球活了好几百年了 就是他制造的神龙和龙珠 就是他希望这个世间有希望有美好 所以他把这个龙珠呢 放在了这个地球上 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 是这么一个用意 那当然他是可以复活神龙了 那神龙其实就一个拼插模型 模型已经碎了 他把那个模型找来 咔咔咔一拼好 神龙复活了 就所以这个时间点 就把所有被杀死的大家 包括这个克林呀 龟仙人爷呀等等 把这些人无辜的人都给复活了 复活了之后呢 神仙就建议小悟空说 你就不要下去了 你就跟我这修炼吧 将来地球可能还会有危险 因为那个小小的比克还会长大 到时候会找你报仇的 就这个时候又过三年 小悟空已经变成了一个17岁的少年 大家继续去参加天线第一比武大会 这天下雨了 大家都到场了 克林也长高了 他长得好像是跟龟仙人爷爷差不多高 就说你看老师 我是不是长高了呀 还挺时尚 戴了一个鸭舌帽 天津 天津饭和雅木茶 布尔玛等人 普尔啊 小八戒什么的都到场了 就等小悟空 琪琪也来了 琪琪也长大 变成了一个17岁的少女 等半天 左等右不来 右等不来 到最后突然听见背后有个声音 说 呦大家好 大家说 这是谁 一看这个外表 说你是谁 不认识你 打招呼这小子就说 大家之所以不认识我 是不是因为我戴了一个头巾 他把头巾剪下来 那个发型一看 他不就是小悟空吗 又一听声音 然后这个克林就说 哎呦 原来是你小子 你小子长这么高了 变成一个大小伙子了 于是在这种背景之下 大家参加了第三次天下第一比武大会 那这个大会上呢 呃 差一点失败呀 就在最后赢了他的时候 神仙下凡了 要亲手杀了比克 但是被悟空给拦下了 为什么呢 如果神仙这么做了 等于杀死了自己 比克就是他的分身 没有了比克也就没有了神仙 所以悟空说您不要这么做 哎 留他一条生路 然后神仙当时就问孙悟空说 哎呀你现在武功这么高强 拯救了好几次的世界 你要不要上神殿去当神仙呢 啊 宋悟空说算了 我不要当神仙 我还是喜欢自由一点的生活 在那个小神殿里面 呆着太憋屈了 同时他和琪琪 在天下第一比武大会的现场 宣布结婚了 两个人 为什么呢 琪琪当时就说你还记得我吗 但是太长大了 变成大姑娘了 宋悟空说我不记得你了 想来想去 啊 想起来你是那个小女孩 琪琪 他说当年你答应过要娶我的 你说过你怎么能不履行诺言呢 小悟空自在想起来 啊原来娶你是这个意思啊 他俩就这么着 小悟空突然宣布 哎我今天结婚了 就很敷衍 就很潦草 大家都惊了 说这小子总做一些这个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事情啊 就这样 悟空第一次拿到了天下第一比武大会的巨额奖金 坐着金斗云带着他的新婚妻子 琪琪两个人飞奔而去 很快啊 又过了五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 悟空已经22岁了 他带着一个小男孩 坐着金斗云 来到阔别已久的这个闺屋 去看闺县人爷爷 这个怀中抱着的小孩 是他的儿子叫做孙悟范 沿用了自己爷爷的名字 刚一来到大家 哎呦还挺兴奋 说你竟然有儿子了 就是说这 这这你怎么会有儿子呢 一般人非常吃惊啊 正 呃老家常呢 正叙旧 但是 有一个邪恶的家伙 在地球上出现了 这个家伙坐太空船而来 地面砸了一大坑 大长头发 哎 然后身体非常强壮 这个人叫做拉蒂兹 他也来到了鬼屋 他是凭借一个可以检测 战斗力数值的一个眼镜 找到了孙悟空的位置 来到的当时 直接抢了孙悟空的儿子 这个变化突如其来 让悟空猝不及防 而且悟空上去阻拦 被一脚踹飞 按理说悟空已经是天下第一 无人能及了 但是仍然被这个叫拉蒂兹的外星人一脚踢飞 在这个时候 拉蒂兹终于说出了悟空身世的真相 他说 悟空根本就不是地球人 他是遥远的贝极塔行星的战斗民族赛亚人 他也不应该叫孙悟空 他应该叫卡卡罗特 但是呢 显然 孙悟空因为小的时候的一次脑袋的撞击 而失去了记忆 他不记得自己是赛亚人了 他只是脾气暴躁 经过这次冲击之后脾气变得温顺了 然后而且被自己的爷爷养大 他最开始这个赛亚人民族来到地球的目的就是攻占这个地球 攻占这些行星占领他 所以他能变成成巨猿 他月圆之夜 就是赛亚人发挥自己武力的最好的时机 是他可以大展本领的一个时间节点 然后这个时候拉蒂兹就给孙悟空下令说 你要想要你的儿子的话 你必须得给我杀一百多个人来 我得看到这些人的尸体 否则的话我会要你儿子的命 你选吧 你要你的儿子还是要地球人 他抓着这个小小的孙悟范就走了 这个时候呢 悟空就感觉到非常的无力 知道和对方拉蒂兹的差距差得太远了 拉蒂兹说是孙悟空的哥哥 是亲生哥哥 但是没想到自己终于知道自己的身世 竟然遇上这么邪恶的一个哥哥 然后其他人也担心说 哎呀这悟空你还是不要去送死了 但是儿子不能不救 在这个时候 比克大魔王出现了 比克大魔王凭借气息来到了龟屋 给布尔玛他们吓得了 比克大魔王怎么来了 就一直对他怀有惧意 非常惧怕比克大魔王 比克大魔王说我为什么要来呢 因为我也知道地球上来了 拉蒂兹这么一个家伙 跟他遭遇过 知道我跟他差得太远 那么地球上能跟他一较高下的 恐怕只有我比克跟宋空 咱们两个人联手 才能跟他一较高下 否则的话没有任何人是他的对手 当时归线人也说 哎呀这个比克说的对呀 只有你俩合起来 才能有可能跟他打上几回合 二话不说 宋空和比克两人联手 来到了拉蒂兹所在的地方 拉蒂兹也看上来了说 看来你是不想听哥哥的话了 你要跟我决斗了 好我告诉你真相 我的战斗力在1500 比克通过眼镜探测 408 悟空 416 你们俩加起来 不过才800多而已 但是果然两双方打起来之后 发现差距极大 两个人合起来 依然不是拉蒂兹的对手 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感觉到很绝望 但是呢 这个时候 比克大魔王把气息汇集于指尖啊 在凝结这个气息 然后同 与此同时呢 比克大魔王就是说可能只有这一招有效了 然后拉蒂兹通过他的眼镜非常震惊 正和宋空打呢 发现旁边这怎么有一个1330的这个战斗力数值显示呢 一看是比克大魔王在汇集自己的气息 他这一招叫做魔棍光沙炮 但是呢 他这一招必须得对方不能移动太快的时候去打击他才能击中 以拉蒂兹的那种速度 他这招是打不中的 然后悟空也看上来这点了 说 呃 比克 你继续使这一招吧 因为之前使了一招打偏了 非常可惜 他这个非常消耗他的这个力气的 恐怕再使第二次如果再打偏就不能使第三次了 悟空看上来了 说 好吧 比克 我待会我会抓住他 你来打吧 悟空 抓住了他的这个肩膀 然后死死不放啊 比克大魔王再次凝结气息到指尖 比克当时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这招本来是要对付孙悟空你的 没想到这个时候 去打别人 好吧 也是一样的 那么就对不起了 直接一招 魔灌光沙炮 把这个拉蒂兹和孙悟空两个人同时击穿 击穿心脏 两个人同时去世 在拉蒂兹和孙悟空两个人都同时要死之前呢 呃 比克大魔王说出了真相 就说 呃 抱歉 你这个讨厌的家伙 就跟他跟拉蒂兹说 说这个 悟空啊 将来是可以复活的 因为你们不知道地球上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龙珠 哎 那帮无聊的小伙伴会复活 悟空这个家伙的 而你是死定了 当时拉蒂兹临死之前 他的那个呃 可以通信的那个检测战斗力的眼镜里面的那些信息可以传给遥远的他的同伴 拉蒂兹就说 你告诉了你告诉了我这个真相 那我也得感谢你 因为这些信息已经告诉了我遥远的星球的伙伴了 他们会来到地球会复活我的 到时候你们有好果子吃 那两个人的战斗力比我还强 而且是来两个人 都是赛亚人 当时给这个 比克大魔王听的很绝望 而且当时孙悟空也已经死去了 这件事情很快 这个龟仙人他们也都知道了 比克大魔王在龟仙人他们来到现场了的时候 带走了孙悟空的儿子孙悟范 说这个一年之后两个更加强大的家伙 两个赛亚人将会降临地球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不做准备的话 地球就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说他发现孙悟空的儿子还活着 而且他儿子不是也是赛亚人的血脉吗 那我训练训练他 说不定会有一点希望 当然了孙悟范当时只是一个四岁的小孩 就跟当年的小悟空小时候也一样 圆滚滚的像小仓鼠一样 没有任何的武艺 孙悟范在长大的过程之中 悟空和琪琪没有刻意训练他的武功 琪琪希望悟范可以从事这个文质行业 希望他当科学家好好学习 所以一朝一世都没有教过 当时呢 就是这个经过神仙的介绍啊 带着孙悟空的灵魂来到了这个阎魔王的面前 这个就是说地球要危险了 将来地球会来两个武功非常强大的这个塞亚人 如果 孙悟空就这样死了的话 地球也就会完蛋了 我作为地球的神仙 我恳请这个阎魔王允许孙悟空去见戒王 这时候又引出了戒王这么一个角色 戒王当然就是管理宇宙中众多星球的那么一个戒王 他也分成东南西北四戒 去见戒王 希望戒王可以锻炼孙悟空的武艺 将来在一年之后锻炼的差不多了 再被龙珠复活 到那个时候复活了之后的孙悟空可以拯救地球 也也未可知啊 所以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呢 这个包括雅木茶天津饭 还有饺子 这帮人反正包括这个五天老师本人都在刻意的去锻炼身体啊 因为只有一年的时间 如果你浪费掉了的话 那地球就一点希望都没有 孙悟空和彼克生活在野外 单独生活 单独锻炼他 这个时候孙悟空已经从一个弱不禁风的一个城市里长大的小孩 变成了一个野孩子 变得就跟孙悟空小时候是一模一样 野性十足 但是当然孙悟空没有那么强烈的战斗欲望 他还是本性非常温和 非常非常温和 待人也非常有礼貌 不像是说孙悟空是见谁 都是 你来了 就这种特别没有礼貌 当然他也是那个非常单纯 非常纯粹的一个人 他没有坏心思 这个时候 通过了漫长的蛇道 来到了戒王的那个居住地的时候 孙悟空开始和戒王修行 通过了这一年的时间 孙悟空也通过戒王的能力 告诉地球的大家说 一年之后再复活我 现在不要着急复活 我现在在进行艰苦的修行 时间很快啊 来到了一年之后 两个赛亚人乘坐着飞行器降临地球 砸出来两个深坑 刚出舱的一个赛亚人 他是一个光头的形象 另外一个就是他 贝基塔 那个光头的是叫做纳巴 纳巴一抬手整座城市化为灰烬 就这么强大的战斗力 那要比拉蒂兹还要强得多呀 矮个子的贝基塔没有出手 他也没有打算复活拉蒂兹 没有这个打算 当然了 他俩都戴着那个可以检测战斗力的眼镜 这个时候 包括天津范呀 雅木查克林 所有的人都已经感受到地球 有非常强悍的气息 突然出现了 所以这帮人都集合在了一起 集合在了一起 等待着这个见证这个地球的毁灭 贝基塔和纳巴两个人 见到天津范他们这些人之后 就说原来地球只有这些渣子在等着我们 完全都是不值得一提的杂鱼 然后没有一个战斗力看得上眼的呀 唯一只有一个比克大魔王 看上去战斗力相对高一点 但是通过那个眼镜的这个信息呢 贝基塔知道这个比克大魔王就是制造龙珠的那个人 还不能杀他 所以说只留着他不杀 其他人都可以杀 但怎么杀呢 就没有必要我自己出手 纳巴也没有必要出手 怎么玩呢 地上放了一个种子 倒了点水 可以种出来所谓的栽培人 也算是一种临时能用得上的小士兵 克林天津范养不察 他们这帮人连这个栽培人都打不过 栽培人的战斗力也接近于拉蒂兹了 不过这么说起来 拉蒂兹是够惨的 连栽培人的战斗力也没比他们强多少 但是呢 当这帮人见识到了这两个塞亚人的实力之后 就感觉到非常的绝望 根本就差得太远了 那地球就几乎是可能会 必将会被灭亡了 那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大家绝望的时候 天津范的这个师弟饺子 趴在了那个纳巴的背后 他要自爆自己 他想把这个纳巴炸死 他会超能力嘛 但是饺子自爆之后 呃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纳巴依然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死 受伤都没有 然后小就是那个克林 只是被一脚踢过去 就已经冰死了 爬都爬不起来 一招都挡不住啊 差的实在是太多了 就这些地球上武力最强的武术家 在人家眼里就根本就是一招都扛不过去 最后天津范用自己的绝招弃弓炮 这用力过渡 力接而死 在打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孙悟空依然没能赶到 孙悟空其实当时已经被复活了 但是距离还太远 他驾驶着金斗云 还没有能够达到很快的速度 说能马上来 还在路上 孙悟空一边祈祷 一边说大家千万不要死 他已经在当时感觉到 大家的气息一个一个消失下去 他知道已经有人死去了 所以这过程当中 武范也感觉到了绝望 小小的只有五岁的武范 突然发怒 一脚踢飞了纳巴 纳巴说 这小子怎么突然这么有力气 原来你小子也是赛亚人的后代 你就是孙悟空的儿子 你就是卡卡罗特的儿子 在这个时候 纳巴急了一口气 特别强大的一个气功炮 发过去 眼看武范就要被杀害 但是被笔克阻挡了 笔克阻挡了这个非常强悍的这个气功炮 挡住了武范的身体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其实笔克也没有想到 在这种关键时刻 自己竟然愿意为自己的小徒弟 武范献出生命 他临死的时候 这个武范都惊呆了说这个笔克叔叔 你为什么为我挡住这个东西呢 笔克躺在地上 临死之前说这么一句话 他说 真是悲哀啊 我堂堂笔克大魔王 竟然为了保护一个小鬼而死 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只有你在我的身边 我想说跟你在一起的几个月的时间 其实我很开心 希望你可不要死啊 虽然这句话笔克就已经死去了 同时宋空能够感受到神仙和笔克的气息同时消失了 因为他俩是一体的 其中有一个死了 另一个也会死去 这个时候武范暴怒了 发出了非常强烈的 有非常强烈冲击力的那个磨闪光绝招 但是依然被那巴阻挡 啪的一下弹飞了 但是那巴感觉到 终于让我的手感觉到发麻了 这小子虽然只有五岁的年纪 但是绝不能让他活的时间太长 就在那巴即将杀害武范的时候 孙悟空终于赶来了 一招打飞了那巴 这个时候克林还没死 就所以说 悟空经过跟那巴的切磋 发现那巴跟悟空的这个战斗力相差的还是很远的 当然在场大家非常吃惊啊 说原来经过戒王特训的悟空变得这样强悍 那当然是比比克还有厉害的多了 当时的悟空经过几轮切磋 那巴是毫无还手招架之力 最后那巴被打得快昏厥过去的时候 孙悟空把那巴的身体给扔到贝基塔的旁边 说他已经不能再战斗了 然后贝基塔当时一招就杀了那巴 按贝基塔的说法就是 我不需要不能战斗的赛亚人 非常的狠毒啊 然后悟空当时也感觉到贝基塔强悍的气场 就跟这个克林和武范说 你们赶紧走吧 离这越远越好 将来这会有场恶战 可能会伤及你们两个人 悟空和贝基塔就在这种条件之下展开了决斗 所有的大家 就包括戒王可以通过摇视能力看到这场决斗 真的非常不乐观啊 悟空是节节败退 但是这个时候悟空已经使出了绝招 就是两倍戒王拳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全身的力气增加两倍 这种拳法非常消耗体力 但是依然是略逊于贝基塔 而且孙悟空内心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我不使用三倍戒王拳的话 恐怕无法打败他 戒王在内心当中也叮嘱他说 你绝不可以使用两倍以上 悟空说那也没有办法了 我只能拼了 使用三倍戒王拳的悟空 也只能堪堪和贝基塔打成平手啊 于是在这个时候愤怒的贝基塔 使出了一招气功弹 孙悟空用三倍戒王拳的神规冲击波 和他的这个气功弹对抗 发现不敌 没有办法 只有用四倍的戒王拳的催动之下 催动了一个更加强悍的这个神规冲击波 对抗了贝基塔的这个气功弹 但是遭遇四倍戒王拳的神规冲击波的打击 贝基塔依然是只是轻微受伤 但是这时候激发了贝基塔的这个怒气 贝基塔说 我身为贝基塔行星的精英战士 贝基塔行星的王子 怎么能跟这种下等战士卡卡罗特打成平手 甚至被他打伤呢 暴怒的贝基塔 想要马上变身成巨猿 一脚踩死孙悟空 他忍受不了跟这种下等战士均衡的对抗 那发现这个星球竟然没有月亮 他没有办法就制造了一个气功弹 代替月亮 只要发出和月亮大概同等的这个波谱 这种光谱就能够激发他变身成巨猿 变身成巨猿的贝基塔战斗力会提升十倍啊 那当然悟空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跟贝基塔的这个战斗力的实力相差 就十分悬殊了 根本无力和变身成巨猿的贝基塔对抗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跑远了的克林和武范 也感觉到远方黄发生了什么 有种不祥的预感 等他们回去了现场之后呢 武范看到自己的爸爸已经被变身成巨猿的贝基塔 捏碎了全身的骨骼啊 即将要把它捏死 但是悟空默默的积攒了一个叫做元气弹的一个 一个气功炮 那这个元气弹 它必须得在合适的时机发送才能发送出去 就在这个背景之下 迷茨郎兵卫赶到了 他用他的那个武士刀斩断了贝基塔的尾巴 使得贝基塔又恢复了人形 但是即便是他恢复人形 还比大家强很多 悟空已经全身骨骼碎裂了 已经没有力气再跟他对抗了 那在这个时候 克林找到了悟空的身边 悟空悄悄地把这个元气弹的气息交给了克林 说你可以用这个去推向贝基塔的方向 去炸死他 但是这一下也被克林给推偏了 因为他不会操纵这个东西 不但没打到贝基塔 被贝基塔给躲开了 反而即将炸死这个武范 当时悟空就提醒说 武范你可以把它推开了 因为这个东西不会炸死好人 武范在关键时刻推开了元气弹 终于击中了贝基塔 贝基塔就遭受了这个戒王传授的绝招 元气弹的攻击飞上了老高老高 被炸的就是已经神兽重伤 落在了地上 但是遭受了元气弹的打击 这个贝基塔竟然没有死 他们这个赛人都是有非常强的这个生命力 基本上是我们往往以为他已经死了 但是他还是没有死 还是会剩最后一口气 非常的顽强啊 在这个时候 他还是想站起来继续去杀死这帮人 但是武空提醒武范 你赶快看一下天上的元月 武范这时候尾巴也长出来了 虽然当时被那个比克大魔王训练的时候切断了尾巴 但是武范突然在这个时候变成了巨猿 重重的压住了贝基塔 在压住贝基塔之前 被贝基塔打断了尾巴 然后但是这一下也够贝基塔瘦的 压的他也是全身无力 神兽重伤 用这个遥控器操纵他的飞船 前来要接他走 要逃离这个地球 在贝基塔即将逃离地球的时候 克林找到了弥茨郎兵卫的武士刀 要一刀杀死贝基塔 这个时候贝基塔已经无力抵抗了 他转身的力气都没有 他是爬到他那个飞船的那个方向上去的 但是这个时候 高举武士刀的这个克林被武空给阻拦了 武空说 我求你一件事情 你能不能别杀他 克林说 我就知道你是总是发这种善心 你以为他会像比克大魔王一样改邪归正吗 他不会的 他是一个最邪恶的家伙 武空就说 我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但是这次呢 是我们大家一起打败了他 我希望有一天通过刻骨的修炼 我堂堂正正的自己打败他 毕竟我也是塞亚人 我是肯定不会输给他的 你相信我好吗 克林就说 好吧 反正地球也是每次都是被你拯救的 你的确有这个资格呀 所以你听好了 你以后可一定要实现你的诺言 兑现你的承诺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贝基塔乘坐飞船逃跑了 地球呢 恢复了和平 武空住院了 身受重伤 因为这个比克死了 就是神龙也死了嘛 就是所有被他们伤害的人 没有办法再利用龙珠复活 齐齐呢 赶到了现场 找到了儿子 大家都发现 神乡比克都死了 就无法再用龙珠了呀 可是那些已经死去了 比如说饺子 天津饭 雅木茶等人 那么多被杀害的地球人 那可怎么办呢 突然这个时候 有人想到说 既然武空是外星人 是塞亚人 那比克有没有可能也是外星人呢 一想还真是 他们这时候 借王帮他们去查找 这个比克的身世 发现在遥远的纳美克星 在那个地方生活着 和比克大魔王 长得差不多的一帮人 都是脑袋上长俩小便 高矮胖瘦 不都是比克那个外观 有别的外观 但是都是绿色的皮肤 带俩小便 然后那个纳美克星呢 就是说 也许那上面会有龙珠 会有属于他们的龙珠 那找到了他们 是不是就能复活地球的大家了呀 这个时候 布尔玛就说了 说你们想的恐怕太天真了 你们知道 纳美克星距离有多远吗 就借王告诉布尔玛 纳美克星的具体的 这个星图的坐标 布尔玛经过详细的计算 就告诉他们 一个绝望的数字 说 你们做我们家公司 开发的最好的飞船 要用4339年才能抵达呀 我就问你们谁能活那么久 是啊 凭地球的科技 它根本不可能达到啊 你去不了那么远 但是在这个时候 神殿的那个黑皮肤的波波先生 说 我有办法 我有宇宙飞船 那就是当年 比克大猫王乘坐而来的飞船 它从纳美克星而来啊 所以这个飞船呢 只有用纳美克星语 才能操作 布尔玛跟着这个波波先生 上了飞船 发现这个飞船很快就能 一瞬间到达木星 那这个速度是够了 那飞到纳美克星 那想必也是很快的 好 那么故事先讲到这里 具体说 他们去到纳美克星之后 能不能找到龙珠呢 还会遭遇贝基塔吗 遭遇了之后 悟空能不能赢呢 那之后的故事 我们下回书 一口气讲完